以下嘉宾访谈环节是由闲市金融有限公司为您带来 闲市金融是加拿大成功人士理财规划的首选 欢迎回来活在五点的嘉宾访谈环节 最近我们活在五点的嘉宾访谈和艺术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像昨天我们讲了书法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水墨 今天非常高兴请到加拿大当代艺术联盟的主席石斐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 来给我们讲一讲水墨 因为水墨现在也算是一门东方艺术在西方的艺术界 是非常火爆非常热门的这么一门艺术 那么今天首先来欢迎一下石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 大家光临非常欢迎 那么您最近是到纽约参加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叫InkArt展览的这么一个研讨会 那么您给我们先讲一讲这个研讨会上面的情况好不好 好 这个研讨会是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从去年12月就开始了 那么到了今年的4月5号才结束 这个水墨艺术呢是当今最热门的一个城 不管是油画界还是国画界 中方还是西方都在热炒这些 甚至于在拍卖行都炒这些 那么水墨艺术呢是由于来自于我们中国传统的笔跟墨 因为墨是我们中国的阴阳里面的黑的部分 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些做一个中国的特殊的艺术符号 以及文化的存在的这个元素来继承来做展览 这个呢是始于德国 当今的德国是我们当代艺术界走得比较前卫的 因为为什么呢 德国是出很多的哲学家 那么水墨呢又源于我们的太极的那种笔号 所以就跟我们东方的老子的太极 在这个部分接起来 所以呢这次呢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就特别举办了这个 叫做水墨应阿这个展览 这个展览由于是大都会博物馆所展览的 所举办的 所以它几乎是领先了世界的任何一个一组潮流 所以大众筹系 所以吸引了很多的方方面面的这种话题以及目光 由于这次是很难得的一个世界的当代艺术盛会 不管是当代艺术家还是批评家还是画篮老板 还是拍卖行的都不约儿童的到的那个地方 我作为加拿大当代艺术联盟主席 我这次呢也过去参加了他2月23号跟21号的两场的研讨会 那么在这个云桃会上我接触了国内来的一些同行 其中有好几个都是老朋友的 这是他们都是在场面上做演讲的 做发言的 这些在那个地方 借着他们他们给我引荐的那个举办这个当局的 何慕文这个博士 就是他做举办 跟他有最近距离的聊天 也进行了当代艺术 这个水墨艺术的深刻的交流 那么我就谈谈中国的当代艺术的情形 因为他我就问他 为什么水墨艺术 你在这边会有一些园林的假山 还有艾未未的一个雕塑 这跟水墨都挂不上号 那么为什么把它放在水墨 印啊这部分 它既没有印也没有水 为什么呢 那么他就给我演绎的 作为美国博物馆的一个部长 从西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水墨 他看水墨并不是按照我们中国 就是文化背景底下的人来看水墨 是看水跟墨两个字 它是以水墨所存在的后面的那个文化 以及刚才所演绎的那个老子的 已经郁经的太极理论 阴阳理论 那么就跟他 因为有一这样子一接触呢 他还在画面上给我演示了一个 一个是中国的草书 壁字 一个是展望 这是参展的一个著名画家 南大艺术家 焦硕做一个假山 苏州的假山 这两个放在一起 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比 相得益彰 对 因为它一个是立体的嘛 假山是立体 但是那假山可不是真的假山 是照出来跟真的一样的 那么考书呢 它是一个平面的 是平面的 对 严格意义上看的 大部分人都认为 书法是平面的艺术 是所谓的二维的 是2D的 那个假山是3D的 那么他现在为什么把它摆在一起呢 他给我解释的很深刻的这个例子 在西方人来看 中国书法就是立体的 不像我们中国人 看书法是2D的 因为它有深浅 轻重 繁迹 好像音乐一样 有立体感 真正写书法的人 不会把写书法等同于写字 写字是中学老师教给我们 是 是 是 可能我们书法家 可不是只是写字而已 他除了写字 就用写字这个媒介 来创造一个远近感觉 它就有立体感 这立体感来自于心中的那种立体 不是眼睛看的那种 这就是所谓的书法的意境 对 你讲得很好 那么就是这个何木文 他就说到这一部分 他说我们东方人跟西方人 同样看一个物体 跟同样看中国的书法不同 因为他们是看不懂 中国书法的文字的内容 意义不知道 只是看到了一构图 那么他把这个构图平面的构图 表面上看来是平面的构图 但是他很容易想象 联想到苏州园林的甲山 苏州园林甲山讲究三个字 瘦 透 肉 瘦 透 跟肉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跟草书很快地结起来 这是他给我引入了一个 中国当代艺术家跟西方当代艺术家 他所走的路向不同了 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为 因为我们中国的艺术家比较了解 像您刚才说的上书法 所以我们的艺术家 他的表现就更加的抽象 但是西方就把它具体化成一个立体的 像一个假山 还有一个物件 通过这个视觉的这么一个直接的表现 来表现出他的一个艺术张力 是也可以这么看 但是这仍然不是当代艺术要做的主攻的方向 当下有人说要复兴中国说文化复兴 就是中国梦 那么西方也有文化复兴 文艺复兴这个历史 但是严格意义上 当代艺术讲究的是从 纯艺术 是从3D走向2D 你像Kandinsky 像Mandrian 它是特地的把具象的东西 一定要去掉具象 然后引入观念艺术 引入印象 变成平面 然后呢 现在为什么又要用这种假山来演绎抽象的书法呢 为了要做启蒙 是不是 我讲 因为说启蒙运动 我也讲的不准确 不是说要复兴 还是要启蒙 因为很多观众也好 甚至有一些艺术家也好 本身是做艺术的 不一定能够突破这部分 这思想还没解放到 需要把这个整个物件 解构掉 后现代艺术很重要的一个是 解构 然后重构 这两者之间就是要加入你自己的理念 观念 有的艺术家还做到信念 我可不可以理解成 我们东方的这个水墨艺术 其实是一种 在向西方过渡的这么一个过程中 它起到的 其实是一个启蒙的作用 来把具象化的东西 慢慢用观念把它表现出来 这很好 是可以这样 因为当代艺术就是实际上是把 艺术的所谓 在以前所谓的那种艺术很神秘 把它从少数精英 欣赏群里面拉到大宗的当中 你看你看驻穿那个圈 圆圈 就是到后立破买一个小便槽 挂在上面签一个名 什么都没做 它就这个行动本身 就是有后面带着那个文化的信息 它有一个思想的张力在里面 对 思想张力 这很重要 就是当代艺术 实际上有人是这么拔高当代艺术家 他说当代艺术家是半个哲学家 加半个的艺术家 就是当代艺术家 那我不认同 我认为当代艺术家 需要是半个三分之一的神学 三分之一的美学 还有很重要 当代艺术家 要三分之一的神学 神学 哲学 美学 这三个学问加在一起 就是真上美 你不可以把它 狭隘到一个视觉艺术的这么一个范畴 其实它是在这个思想范畴 包括你刚才说的哲学美学 还有个什么学 哲学 哲学美学和神学 这个三个范畴 要把它融合起来 才有一个当代艺术的这么一个理念 一个深层色的理念在里面 对 因为这个东西是三个字 真上美 哲学求真 宗教求上 神学就是宗教的学问 那么美学求美 这三项加起来 正好是身心灵三个部分 是 说得非常好 那么今天时间也是非常的有限 我们刚刚其实聊到了一点皮毛 那么时间已经到了 那么希望大家在刚才的访谈当中 能够了解一下这个水墨艺术 这项古老的东方的艺术 它所具有的当代性 那么今天非常感谢石先生 来到我们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 谢谢 那好 我们现在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再见